演艺界里面有许多明星,而这些明星身上都有不一样的特点,正是因为这些特点,才吸引了更多的粉丝。 作为公众人物,明星生活在舞台上面,他们的私生活也成为了粉丝们每天的谈资。 比如说到了硬汉男星,很多人第一反应的便是壮硕的身材,以及成熟男人的气质,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些男性年轻的时候,会发现不同的一面。 说到史泰龙,相信很多小伙伴都知道他是美国的一位男星,他所拍摄的每一部剧作,都是上观众朋友的欢迎。 因为身材壮硕,所以他街拍的剧作类型,大多都跟硬汉有关。 比如说火爆全球的赶死队,他在其中塑造的硬汉形象,让人印象非常深刻。 由此,很多粉丝也从网络上面找出了史泰龙二十岁年纪时候的照片。 二十岁的他,看上去胶原蛋白满满,而且皮肤白皙,正是大家如今口中的小鲜肉。 强森也是很多中国朋友特别喜欢的美国男星,他进入了演艺界也算是偶然机会,因为身材的原因,一开始他只是一名职业摔跤手,之后才进入演艺界拍戏。 而他所走的路线